Z路 Z路 打一脚 他算是逃过一截啊 他所表现出的机敏是常人所不具备的 他已经完全猜透了对手的意图 提前出现在传球线路上 这才是顶级球员才具备的素质 罗布托菲尔米诺 非常合理地转移 防线脑洞大开 他抬脚射门 球打进了 终于等来了 第一个进球 不论你怎么围追堵截 他都照样进球 这不欺负人吗 这下摆脱防守进球的动作 就像一只泥球一样 后卫怎么抓也抓不住 精彩 将局被打破 比分变成1比0 尽管替补器并没有表现出 什么激动的情绪 但是他们肯定在心中暗息 因为这个进球 是他们期盼已久的 维拉蒂送出直C 现在无人持球 C罗 漂亮的直C球 菲律佩位置非常好 断球成功 打赢格兰 罗布托菲尔米诺 罗布托菲尔米诺 一击过点球 能否把握住机会 没问题了 简直一如反掌 他们又进一球 反击就得这么打 迅速果断毫不留情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 在1比0的时候 比赛的形势仍然相对的均衡 但现在比分差距扩大到了两球 球员的心态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一方的取胜信念更强 而另一方对势力的担忧则更加的严重 他拽开了对手 地玛利亚 想要穿透防线 就在地玛利亚脚下 地玛利亚很有冲劲 但是没能处理好 利奇施泰娜 防守很击紧 阻止了对手 球转移到侧翼 视野很开阔 科克 登贝莱 及时的解围 他们能形成反击吗 马蒂奇直接传到前掌 科克 退射门了 可惜了这次妙传啊 这绝对是教科书式的经典直猜球 只是后续处理还需要提高 利奇施泰娜 迪玛利亚 调到前掌 C罗 试图直C 门前失射 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 球现在无人控制 他追过去了 我看好像是越位吧 对 是越位 依我看也是在毫厘之间 进入了他的射 能起脚吗 差一点就成功单挑了整个后防线 我猜他很清楚 刚才的射门角度还不够理想 但那已经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了 结果很可惜 半场哨声响起 通过前四十五分钟 我们能看出些什么呢 要说早早的了结比赛 这场球就是完美的例子 连进两球的他们已经吃死了对手 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再进一个 让人又兴奋又激动的半场 虽然两球领先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里 一切皆有可能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及时的破坏了 及时的破坏了 现在他的面前 东北来 守门员化现为夷 漂亮 高难度的扑球 很好地展现了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马蒂奇 排出了险情 传球 C罗 又是一个脚球 这支球队里有很多擅长投球的球员 传个好球就能进球 萨内将球破坏掉 向前推进 可以上门 C罗 送出贴地的横传 他成功地将球破坏 登贝来 试图直塞 他选择攻门 他出色地化解了险情 完全凭直觉将球扑住 确实难度不小 他界围成功 柯克 轻巧的高球 抢得走久 C罗 发现自己越位了 他看了看防线 好像在说 这是不可能的越位啊 不过判罚没错 确实越位了 乃英格兰 读懂了对手的想法 成功抢断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想法不错 可惜没能实现 C罗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罗布托 菲尔米诺 登贝来 送出直塞 他知道啊 自己这球传得不好 他的跑位 时机掐得很准 可惜队友没传好 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 只要力道 再足一些就可以了 登贝来 萨内 试图快速发动进攻 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 登贝来 柯克把球抢了回来 柯克将球塞过去 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 直接长传 马蒂奇 就在维尔贝克脚下 他一路狂带 纳英格兰 漂亮的直塞球 发起反击 登贝来 大家都期待一较高水平的传球啊 帝马利亚 直接传到前场 维拉蒂 维尔贝克 维拉蒂 想要穿透防线 传中 要到前场 登贝来 这是他熟悉的位置 罗伯托菲尔米诺 维尔贝克 维尔贝克 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 登贝来 尝试越过头顶 很有穿透力的传球 他还在继续带球 有机会吗 船中折射出底线 来 脚球 旁边终于有动作 要换人了 折射出了底线 球门球 斯图里奇 维拉蒂 这角传球很到位 冷进球吗 他希望能抢再步一脚 他们太狂暴了 已经锁定了胜局 不得不说 在这个位置射门 不禁的概率只有 只有 我赶快查一下资料 只有 只有3%左右吧 我瞎猜的 他的跑位很精彩 他非常清楚 他应该在哪里 完成最后一脚射门 非常漂亮 打入三球二 一球未丢 真是催孤拉朽一般 C罗 精妙地传球 他拿到了球 也有足够的空间 他选择低平球传中 他能完成射门吗 他做到了 球门大开 这种情况不射 简直对不起自己 考虑到他的射门能力不错 应该是重点盯防对象 而我坐在这儿 只看到了粗心和高昂的代价 这只是一粒挽回颜面的进球吗 会不会上眼大逆转呢 这次抢断非常关键 他能起脚吗 射本 显得有些盲目 守门员就是个活雷锋啊 将球直接踢到了对方脚下 球被对方拦截 无攻而反 中场哨声响起 这是一场可圈可点的胜利 他们的表现更好 比赛的结果 也忠实地反映了比赛的局面 德高望重的苗知道 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何看法 他们凭借着非常明确的战术安排 取得了一场胜利 我觉得队员们执行得非常好 吉他